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又名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未应先轰动 因为不仅他电影的取景地呢 是在欧洲最美的城市波拉格 而且他电影的各位主演呢 是拥有全国最顶尖的颜值 当然了他这位导演呢 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位导演 但是他之前出去玩了三年 他今天终于回来了 要带着他全新的电影 回到各位观众的视线当中 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 有请出这部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 各位主创来到我们腾讯手艺里的现场 掌声欢迎导演徐静蕾 欢迎导演 还有我们的主演 吴亦凡 王立坤 还有我们的任一家 欢迎你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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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导演三年 三年 三年 三年休息得还好吗 非常好 好大发了 终于可以开始干活了 刚回来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 现在差不多适应过来了 适应了 心情如何 除了累之外 我有一种马上就要 试掉重负的感觉 但是也特别地开心 当然也会有一点紧张了 不过其实我还比较有信心 我觉得应该是一部 很好看的电影 紧张是紧张哪部分 是口碑呢 还是票房 因为花了很长时间 然后自己觉得也还可以 然后到真道电影院 其实要接受 所有观众的一些检验了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紧张 吴亦凡呢 我吗 我跟导演一样 也是好紧张 现在会紧张 因为是你的第一次的作品 对不对 是的 同时也特别期待 没有一次这么期待过 有情人节的到来 真的 真的 今天 今年终于有人可以陪你过节了 终于就是 就是各位美女们可以陪你过节了 各位女神们 对 之前你们开发布会的时候 吴亦凡是有说过 这个电影如果破多少亿之后 你是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馈是吗 其实也就是 这么一说了 其实导演满意了 我也就满意了 我就开心了 因为你大家都很关心 你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说 你现在的腹肌是一块 怎么样 已经时隔两个月了 你现在腹肌又变成两块 或者更多块 现在十块 现在有十块了 导演赶紧帮我们检查一下 有没有十块 我检查不好 九块 九块 真的有吗 那一块是哪 九块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现场 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你们的这个新电影 但是要分享电影之前呢 我们还是会给四位来设置一个小观看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来自我们捷克的张天王 天王好 你好 天王你可以开始唱歌了 我特意从意大利飞过来 是从喝杯赖的吧你 认真听啊 第一首歌 我唱的特别认真 特别容易猜出来哪首歌 前套我就不唱了 赶紧吧你 我开口 开头 我想打他吗 还是没 对 付责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太多 什么东西 有人猜出来了是吧 对 来 吴亦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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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好像有人猜出来了 猜出来了 好厉害 我完全没听出来 光凉第一次 第一次 光凉的 第一次我 第一次我爱你的时候 好 来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的答案 是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第一次我爱你的时候 吴亦凡非常厉害 对我们知道这次好像吴亦凡是第一次演单亲爸爸对不对 我这是第一次演电影 所以当然是第一次演单亲爸爸 是 为什么呢 有什么必然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中间你要演这个角色的话 又是单亲爸爸 你要找这个感觉应该还 很难啊 对不对 是啊 你还这么年轻 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对 其实挺难 其实这个角色本来应该是我的妹妹的 对 但是其实也是导演的想法 这样他会更丰富 也比较特别 这个角色会 所以说就变成了女儿 但是其实本来我真的挺大的压力 因为确实不是一个父亲 然后也没有想太多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其实接触过那个就是 也有我女儿那个小演员之后 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你看到他之后就会有产生一种爱意 就是很自然的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相信 就觉得好像就像女儿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拍戏的时候比我想的要 就是还要顺利一些 要顺利 因为我是觉得一凡外形条件非常好 他第一次演一个电影很容易被人认为 只是外形好而已 所以我其实给他 希望他 就是给他的难度挑战更大一些 所以就给他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你要说拍小孩跟拍动物都很难拍的 对不对 其实小孩还挺好拍的 而且当时也是我看 就是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很帅的爸爸 和很可爱的小孩的 尤其是小女孩的照片 对 其实大家都看过吧 对 很有爱 站在手上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 而且会让这个男人的形象一下子都不仅仅是一个帅哥而已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男人的那种感觉 甚至你都会看到责任感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放在一起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 然后后来我们拍照的时候事实也证明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的形象完全又会不一样 因为他真的条件外形条件很好 想演一个只是帅帅的耍耍酷的 其实那个很容易 我会觉得他不仅仅有这个 所以要多加了一个层次在里面 对对对 当时导演找到吴亦凡的时候 是通过很多人的筛选吗 还是说你其实你自己在休息那三年的时候 也有在网上关注一些动态 没有哎 我拍戏之前然后就请我们公司的同事就说 你们现在有什么比较好的小朋友来看看 然后做了一个PPT 然后从一一堆的照片里面 然后一眼就觉得哎 这个男孩很特别 他那张照片是什么 就是穿了一个白衬衫 好像在机场的那样照片 哦 然后后来我就找了几个人以后 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些视频的资料 嗯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是看他快乐大本营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他动态的时候就是hold住全场的感觉 嗯 而且就有那种就是心味 就是有那个气质 而且他的眼神非常有内容 嗯 对 其实是超出他年纪的那种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演员挺重要的一点 到了现场 你就是调教他拍戏中间花的时间多吗 其实我们前面因为做了一些准备 因为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因为他在小时候十岁就去加拿大了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又到韩国 所以他说中文的机会比较少 嗯 其实我他真的中文比我想象的要好 嗯 我以前觉得这种小孩因为我见过很多 我在美国见过很多 就基本上中文是听不懂的 嗯 只能勉勉强强地说一点点 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其实中文非常流利 嗯 但是生活中的流利和拍戏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事先就准备了一些台词的训练 嗯 所以第一次的这个电影的经验就送给了导演 所以当时拍电影在片场你会紧张吗 一开始会紧张 嗯 开始会 有点紧张 是见到导演紧张还是见到就是整个剧组的氛围会紧张 呃都挺都还是有点紧张 那证明导演是不是现场有点凶 呃那倒没有 哈哈哈哈 那倒是没有 但是可能还是不不大一样吧 就你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就开始莫名的紧张了起来 然后导演喊action的时候你就啊真的开始拍戏了 哦 其实很正常 我觉得已经就他们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我想起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 那真是连回头都不会毁了 嗯 回头都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 说徐静雷回头哎 就完全是这种 导演也有这种时候 啊当然有有每个人都有开始的时候 累吗在在布拉德拍戏的时候 不累怎么这么好啊你们剧组 呃因为对 特别开心的我们 嗯 你们不拍戏的时候你们都干嘛 不拍戏 吃哈哈哈哈 吃喝玩乐什么都干 什么都干啊 哎你们剧组怎么那么好啊 我们经常周末的时候就在老城广场 对 就相遇了大家 对 都出去玩都在外面混呢 你们不是那种偷偷跑出去玩然后被导演逮到的那种人吗 不会周末 一会儿玩 哦周末的时候 而且我愿意他们一起玩 对 因为希望大家有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熟嘛 然后尤其是又都不是那种很自来熟的性格 所以我是很希望他们私下多玩一玩多在一起 听说你还自己赢就造了一个局是吗 就是让大家可以彼此走进那个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其实像坤啊什么的 佳佳好一点点哈 他们坤这种都不是爱说话那种 都比较内向的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 因为我参考我自己哈 就平常我是一样 喝点酒我可能就比较放得开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带大家去个什么夜店呢 然后玩一玩啊 做做游戏啊什么的 可能就熟悉了 我们的开机派对是吧 啊 船上的 在船上 然后大家就都 然后用当地的那个人打敌 然后我们开着船 然后喝点酒 因为太冷了 你知道我们都穿还挺少的 然后大家喝点东西 然后那个吴亦凡还被老徐控制 不可以吃东西 然后 对 上次还在报表 然后我们还偷偷跟他说 早蛋你去吃 他说不对 然后还怕被老徐发现 然后 最后还是被我发现了 还是吃了是吗 对 然后我都忘了 但是有一天我看一个那个 EPK的视频 然后就他在吃东西 我就把盘子抢过来 然后拿叉子说还敢吃 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喝完酒之后 喝酒前喝酒后是两个人吗 我基本上 我们还哭得挺好的 哭得挺好的 基本上也发现不了 因为你看不吃东西 对吧 因为我让大家少吃东西嘛 因为这样拍摄比较好 所以我要带头先不吃东西 然后把自己先给饿瘦了 然后要不然我让人家不吃 你看你那么胖 你怎么还在吃 因为你也演戏就说我嘛 是 然后喝酒也一样 就是因为我怕冷场嘛 然后我自己就先把自己喝多了 他们到底喝完了以后 什么表现 其实我不太记得 我只记得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夜店嘛 布拉格一个很火的夜店 然后就已经开始 就是玩得很开心了 然后就会有那种外国人 就过来有点搭讪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看远远的 两个高大的身影就走过来了 还说就那意思就是 你们是谁啊这是我们的朋友 那种还挺挺会保护女生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们在现场还要保护他们呢 对 你们没有被一些音音艳艳给围住吗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保护他们 不是互相的 互相的是吗 对 互相 互相保护 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出 每个人的感情其实是有拉近的 对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就是拍电影可能 彼此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经过很多这个中间的调和 还有很多的这个 一起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就会彼此走近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很不容易 而且很多的这个第一次也都很难忘 所以刚才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第一次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 但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 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张天王 怎么又来了 还要还要猜 再一次从意大利飞回来 挺辛苦的 下面就是个我非常的喜欢 非常喜欢 累吧 我一定听不懂 我知道了 我说你 我说你来吧 我还没唱 我 看 你 你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而且你又不知道是吗 导演 导演 导演醒了吗 导演 你再让导演多听一番 我 我 我 借 家 啊 有一个地方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还说 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想起最初的模样 想起斑驳 没猜到了 都猜到了 哎呀 真是厉害 他们早就猜到了 对 哎呀 我说我没 不怎么听歌 他们一听就不可能 这歌都没听过 这歌大家都不陌生了 好 相当的熟悉 然后 肉肉唱的 比原唱好啊 这个 真的吗 原唱要不要给我们还原一下 哈哈 哈哈 真的天虚就是骄傲 哈哈哈哈 是啊 这个是他自己创作的嘛 对对对 所以放入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在里面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的封面 对对对对 海报 哎还挺帅的 哈哈哈哈 这话不应该我们说吗 哈哈哈哈 帅已经是一个 不用说的共识了 是的 因为当时来录这个生日会的时候 老演专门捡了一个30秒的版本 然后在现场就引起了轰动 然后现在我们终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版了 就看到会非常的激动 自己的创作 然后又是第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 对 嗯 当时我不是就跟你说吗 像儿子一样 这首歌 对 也是第一部电影 然后也是自己第一首创作的歌曲 所以其实还是花挺多心思的 然后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呃 就是跟电影符合 然后能够有那种就是听歌 能够想到这个电影的这种这种画面感的一个 一种感觉 对 歌词还是他自己写的 是的 我觉得写歌词其实挺难的 对 我也曾经试图写过歌词 就就很可怕 我就完全写不出来 其实导演也是有有有给我一些 就是他想要的一些词语 所以我会用那些关键一些词 然后也加在那个那个歌里面 其实我只给他一些大意的感觉 主要还是他自己去体会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的那个照片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眼 他这个画面 当然我们只结了一张图 但是这个是没少受苦拍 因为你要在拍水里头的这些戏 其实水里面拍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本来我以为挺简单的 我就说那就拍吧 因为其实我可以提意见 我可以说不拍的 然后但是就是也是为了效果吧 然后就还是把它拍了 花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差不多拍了一个晚上 拍了一个晚上 对 但最后用的挺少的 像是开始抱怨了是吗 有点伤心 对 对 也还好 其实还是为主要这个整首歌的一个 MV的一个气氛 对 因为我们这个整首歌的这个氛围 跟我们的电影是吻合的 而且电影又是爱情片 又是一个很浪漫的片子 你们都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生活当中 或者是谈起恋爱来 都是很浪漫的人吗 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我每次写剧本的时候 要写浪漫桥段 我都要打好多电话问我朋友 说有什么浪漫的事 每位朋友 快说来听听 就很多身边的朋友 不是特定的一个人是吗 对 像我每次真的电影里那些 像以前的电影也是 这部电影也是 包括这部电影有一个桥段 是那个红绳子 其实全都是真实的事 我自己会觉得过分浪漫不太真实 就这个可能也是我的 我会很个人的看法 肉肉 你对于浪漫这件事情 你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的爱情观就是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长着翅膀的天使 不是 那是我喜欢的理想型 他每次都长着翅膀的天使 不是 我就觉得 就是 有一个人来了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怎么样 好吗 我们还没有回过城 又完了是吗 就是 对啊 就完了 你觉得就是 是他就是他了 对啊 就是这种感觉嘛 对吧 这也是一个爱情观嘛 是不是 好 所以你希望就是一步到位的那种 有一个人出现了 你就希望可以跟他 一直往下走 对啊 这样多好啊 省事儿 是从意而终的意思吗 就是有一个人 从意而终的意思吗 对 就是来了 你就不能再走了 你就被我压住 你就被我压住了 别这样 真的 有没有扣状了 导演 你不要想歪 我不要想歪 好 男生的话题 一般用词都比较夸张 所以你是希望说 你就可以 如果出现这么一个人的话 你就可以 对 一辈子这样走下去 简单一些 我希望的 最理想的是这样的 因为 要不然会比较累 会比较累 你会 你会比较听妈妈的话吗 比如说 你带回来这个人 因为现在可能年轻人 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 你可能喜欢这个女孩 但是你可能还要经过 爸爸妈妈这一关 妈妈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会继续坚持吗 嗨 我妈 可能看情况吧 对 但是 其实还是 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父母的意见 但是 尽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遇到这么一个人的话 我会尽可能去 如果他不认同的话 我会尽可能去说服吧 但是 还是会尊重他的意见 会问他 会问一下妈妈的意见 对 那你有做过浪漫的事情吗 没有啊 为什么又回去了 就比如说 比如说可以跟是跟对妈妈 或者是对于朋友 你会不会给他们制造那种惊喜啊 或者是 比如说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比方过生日 那个我会 那个我会 生日啊 然后 母亲节啊 送个花什么 所以你会写那种很肉麻的贺卡吗 还不会 我从来不写 从来不写卡片 不写卡片 不写卡片 怕留下证据吗 为什么从来不写卡片 为什么 为什么送礼物不写卡片 因为写字不好看 还挺务实的 但你会跟妈妈说一些比较肉麻的话吗 因为其实 我们这边小孩都会比较 对不对 很难把那种爱说出口 你也会 我其实不会 你也不会 跟我妈说不出口 对 还好啊 好朋友之间你会吗 好朋友之间 好朋友之间能说什么肉麻的话 不会啊 这就损了 也对对对 不会损也不会损 就还好 就是朋友之间相处就是正常的相处了 但是我们知道你在片场是有给大家设计 设定一些小的训练对不对 会训练他们普通话跟那个绕口令 其实也就是亦凡跟张超了 为什么是特定这两个男生 因为他们台词都很好没有问题啊 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不需要 张超跟那个谁是 其实刚才讲了他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所以我们现场还是来考验一下 这个是基础版的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导演OK吗 OK OK的 来肉肉 试一下 怎么是导演OK 不是应该导演来 导演OK就过了 我们直接跳到你这边 我也OK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来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从你开始 四是四 十是十 十 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莫把四字说成十 修将十字说成四 若要分清四十和十四 经常练说十和四 哇 导演你可以吗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反正换一个男的 导演你要不要先来一遍 其实还是来 这好 男就我也不行 嘿画肥 发灰 嘿画肥 发灰灰灰灰灰 灰画肥 发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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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ingAdress Buenos Dements 这个 你念吗 我不念了 应该没有人想听我念吧 但是这种绕口令它是训练什么呢 唇舌的那个 就是像歌科 姿痴 是这种前鼻音后鼻音 还有一些歌科的 像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比较难的像什么 歌胯刮框过宽勾过 勾框破刮滚勾勾勾过 刮刮框口刮滚框空 那个我都觉得 是小时候练的比较难的 像这种 也比较难的好一点点 还稍微好一点 而且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你有没有特别害怕 就是导演在现场会那种随堂考 比如说 今天来 绕口令 或者今天来这个不能吃 就现场会那种随堂考 你会担心 不会 我没有那么变态 对 没有这样 他只会布置任务 布置功课 让你们回去自己做功课 对对对 主要要自己自觉一点吧 靠自己自觉 但是当时好像导演是有上网 去发微博去 去这个搜索我一番 然后就收到很多他的这个粉丝的留言 当时你有被他那些海量的留言吓到吗 想说哇他人气怎么那么高 会 一开始会 一开始然后会 有好多小朋友来跟我说话 因为以前我微博是匿名的嘛 都是一些朋友在聊天 认识也都 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些 就我就觉得我好像 那个年龄层一下降低了快二十岁的 那个感觉 都是在十岁十几岁那种小朋友来讲话 讲话方式又很不一样 一开始我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 就觉得怎么突然 好小啊变得 对 然后后来慢慢 因为他的粉丝其实都 就很有礼貌 是 是很很懂事的那种 对 除了稍微有一点婆婆妈妈之外 要交代这个交代那个 对 凡凡要什么穿暖或衣服呀 对 要吃够啊 要什么特别好 我觉得好啰嗦 哈哈哈 但觉得他们就很可爱 对 因为是真的是很喜欢他 关心他 对 他的那些妮妮们确实 我今天录节目之前也是 我的那个微博又被刷屏了 然后就说他今天好像稍微有点不舒服 你要关照他一点 然后说天气暖了 要让你穿秋裤 你穿秋裤了吗今天 天气暖 天气冷了 天气冷了 然后让你要穿秋裤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比妈妈还妈妈的那种 对 那种感觉 超级关心他那种 对对对 但是他们有去到 有飘扬郭海去到布拉格那边 有 看你们拍戏吗 有哦 真的有人这样飞过去那边 有 而且都是很漂亮的那种女粉丝 然后有时候开玩笑说 你找一个粉丝当女朋友吧 对 然后还跟他妈妈开玩笑都说过 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他很感动 一定是 就是有那么多人支持你 然后他还能去到现场 就你已经那么远的地方拍戏了 然后他还能去到现场支持你 对 特别的感动 你会把你不能吃的那些伙食 发给他吃吗 那倒不会 他们应该吃的还是挺好的 布拉格东西 好吃东西挺多的 反正很感动啊 因为就是 不管去到哪里都能看到 就是支持自己的人 然后我觉得反正很感谢他们 很感恩 对 嗯 哈哈 导演他拍完戏NG的多吗 啊 他拍完戏NG的多吗 就还好吧 对 就很顺对不对 就很 还比较顺 然后我觉得妈妈比较那个 妈妈在旁边可能握紧个拳 你在盯着 我儿子跟人家接吻了 哈哈 库尔看到阿姨都绕了走 是吗 秋天 我小说阿姨很好的 拍的戏的时候 他自己默默的就到旁边去待着 然后他给我们压力 所以你会有压力吗 你要跟他拍完戏 嗯 还好啦 就是大家还是给你营造了一个 比较好的氛围 而且 又这么顺手 对不对 男孩子相对来说 会比较 去主动一些大方一点嘛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 嗯 只要阿姨这么配合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成片 那个画面还是美美的 然后你觉得剪出来之后 效果是有达到那个 看到那个画面 就能营造出那种氛围的 我其实剪掉了一场维席 剪掉了一场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呃 不是因为演的问题啊 就是片子整个节奏的问题 哦 好的 刚才呢我们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有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来我们掌声请出 张天王 最后一首 为什么是张天王 他姓张 他姓张啊 然后 因为我在意大利唱歌 所以 我以为是说什么 意大利和中国是一个什么 对对对 是叫张天王 是给他安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叫天王 刚好又姓张 我要唱歌了 你唱歌吧 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 哈哈 唱的特别不好 你仍仍听哦 最后一次机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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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意思 啊 你让我唱完 什么词来了 先奸奏了 奸奏了 好了 都猜出来了 我们都已经猜出来了 真的吗 这么厉害 你是天王 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是什么 等你爱我 我跟他靠你了 自己都没听完是什么 好听 导演最有发言情的 这首歌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对啊 对我来说其实是 就挺好玩的 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小孩 然后每天就在瞎混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真的 然后导演也是 就是也不怕导演 第一部戏的时候很怕导演 第一部戏赵宝刚导演 我就超级怕他 他那么凶 他其实不凶 他对我很客气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怕他 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不好 就觉得自己老是完成不了他的要求 所以我看到 真的看到他就害怕 然后每天出去现场就跟上战场 然后就送死 真的有一种去送死的感觉 然后拍到江爱的时候就胡闹了 大家其实都在玩 然后夜里都跑去 然后偷偷地 那个晃过导演的房间 亲手亲脚 然后出去玩 然后第二天都玩到第二天 三四点钟什么 然后来拍戏 假装很精神地来拍戏 经常是这样的 所以那是一段很年少 很青春荒唐的一段时间 但是从 等你爱我到有一个地方 你觉得就是 这中间的有一个 有一个时间的跨度 你觉得 那个时候的那种感情观 跟这个时候 我们要尝尝的感情观 你觉得有变化吗 其实还好了 我没觉得有什么 多大多大的变化 你说我个人吗 或者就是现在我们 就是不同的这个世代的人 他那个感情观 你觉得有变化吗 其实大家老说 比如说现在的小孩 越来越现实了什么 其实我没有觉得 我觉得大人们 总是看小孩 有点不顺眼 或者他跟你的行为方式 不一样 就会容易被 因为80后也被人说过 并行过 对 垮掉的一代那时候 然后现在又说90后怎么样 其实我真的没觉得 就像我小时候 听齐琴的歌 我爸爸会说 你为什么 要听这个人 他头发那么长 完全是个流氓 就会有那种感觉 然后可能我们现在 有时候看 为什么男孩子要化妆 然后那个什么 什么那种样子 然后就自己 也会有点看不惯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们每个年代的审美 那种不一样了 所以也不能说 就人家是不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 也是被人家这样说 说大的 对 吴亦凡 很多的网友很喜欢你 然后他们会在 各个不同的地方 来捕捉很多你的这个画面 也会从你的这个微博上面捕捉到很多你的这个很小的细节 是不是前两天又嘚瑟了 你又发了一个什么什么这个眼神你们自己去品吧 哈哈哈哈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是吗 对 对你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 就是让大家爆炸一下是吗 哎没有 就是那天突然之间想给他们一个眼神而已 就是想给他们一个眼神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你一些瞬间 就是大家会捕捉到你的一些瞬间来考考你 来回馈一下我们的网友 好 OK的吗 OK的 OK的 来我们来到舞台中间 这样子就不是特别好的 我会给你一些指令 第一个 镜头雷达 第二个 完美测颜 自己都觉得尴尬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再来一个移动画报 要移动 表演过吗 表演觉得很好笑 可以 哈哈 哈哈哈 怎么都帅是吧 来还有一个叫做雕塑型男 哇塞 最后一个 机场时尚王 啊 先去西场 我们去机场吧 我们挪一下 哈哈哈 挪一下同居机场 你在机场你是会很刻意的 呃也不是说刻意就是 你是会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外在形象 比如说你去机场你会 也会导致一下 不像有些人可能穿着卫衣啊 就有很舒服的装饰就去了 哦 我自己是 比较 特别喜欢时尚 嗯 而且我觉得 因为是公众人物嘛 所以我自己会 比较就是 就是希望是能够一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形象面对大众的 所以不管在哪儿我都会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主要我自己喜欢 嗯 我觉得时尚是一个特别好玩有意思的东西 嗯 所以你就一定会随时随地的注意自己这个体态跟这个服饰搭配 嗯 也也不会说随时随刻了随时随地了 就是可能是去出去的话 如果说出门啊会有会有更运朋友在的话呢 肯定要对他们负责嘛 嗯 那稍微就是穿一下对 平时的话 穿什么都挺好看 衣架子 对对 平时自己在家的话肯定就是随便了 嗯 对 像现在很多的网友在说说你这种长腿男神长腿男神 他有人说你这个数据 有人说是多少是一百三十厘米 啊没有 也有人说是一百一十三厘米 啊 你有你有量过自己腿多长吗 呃 我自己是没量过上次有一就是可能在在节目活动中有量一下好像说就是一一三吧 一一三对对对 所以你对自己的腿长他他他腿真的很长哎 对不对 他跟张超都属于那种长腿帅哥型 嗯对 亮亮 就是对 就他俩只要一同时出现在片场应该就会引起那种片场小女生的 绝对的我们一起都是小小什么 大骚动啊 啊 骚动还好但是就是都是亲妈粉 我们都是亲妈粉 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前面打烂桌球 然后我们随组编剧就那种 哈哈哈哈哈哈 骚动 骚动 那种表情然后还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呢 就是对 眼神中充满着那种望子成龙的那种 对 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一组都是亲妈粉我们说都是我们凡凡怎么怎么样啊 怎么怎么样啊那种 嗯 所以多多幸福在片场那么多就是都护着你都爱着你 打个球都会别人在旁边目测送去那种爱的眼光 也是有压力的 哈哈哈哈 对 好像吴亦凡在片场你也是会打篮球会跟他们打篮球是吗 跟女生吗 我们当球 我们只能当球 他会经常现场就是开始 没有主要是有一场戏是打他打篮球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就都会去打两下什么的 他现场怎么样 他打得非常好 他是如果他小时候就往专业的发展 他应该是可以成为专业队员的吧 是的 他是当年拿过这个NBA少年赛 少年赛西南区的冠军的 嗯 他是拿过这个篮球冠军的 对 那我们看看这照片特别有那个架势 哈哈哈哈 而且还有勾呢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不是应该卡大头贴啊 就不能卡那么远了 哈哈哈哈 你说球吗 哈哈哈哈 怎么他在现场打球是不是很帅 你们女生在现场看 看好还受伤了吧是吧 还受伤 有看到过吧 啊 那天受伤的时候我有看到 对对对对 现场如果让你来两下可以的吗 现在吗 哇 有球吗 有球啊在这边啊 扎扎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我我我不当球了 哈哈 今天我们其实现场准备了几个篮球 要不要 我们请 哦 谁来 哦 真的 我们来传个球 然后让你来试一下你的伸手好不好 他们下来 好吧 你们来吧 嗯 看你就传 对 然后你就传回去 哇好 好有气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哦 好危险 这算是一个技巧吗 你自己来两下 你自己来两下 谢谢 这球送给我了吧 送给你可以拿走 真的 看 你可以找到乐趣的 刚才也说有一个地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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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球场 非常喜欢打球 嗯 是我的小游戏 来看一下你们的默契 还有你们对彼此这个了解的程度 啊 啊 当然也是一个真心化的考验 嗯 但是这个会有惩罚 你们要做好准备 我们先请我们的张大师把我们的道具上上来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环节 我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空杯子 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呢 你们可以往其他人的杯子里倒一些你们不想喝的东西 当然我们这里头有橙汁 有酱油 有有乳瓜汁 然后反正是有各种不同的可以降火的东西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互相提问的环节 谁答的这个问题让我们觉得假 这个假的次数越来谁最多呢 谁就要喝下你面前的这杯饮料 您您要不要试一下 那我觉得有如果有一个人要牺牲的话 那肯定牺牲的就是你啊 哈哈哈哈 你还不如主动你敢牺牲就算了 哈哈哈哈 那你们要可以可以往他的杯子里倒东西 你们想选哪个好可怜的 你们自己来吧这个我下不了 大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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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那你们就往杯子里倒一点点好了 你们可以你们可以加这种饮料啊什么的 好喝一点你们可以加一点点在别人的杯子 你们可以不选酱油 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组啊 第一杯 当然对我们太好了 好的 首先我们先请出导演跟加沙好了 你们互相提问 好导演你坐这边 好 准备开始导演你先发问吧 你觉得我厉害吗 哪方面 哪方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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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写的是严厉嘛 啊 我觉得是有要求 工作有要求 嗯 嗯 有态度 对 你们觉得假吗 想一下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聊过了对不对 导演现场言不严厉 这个我们已经聊过了对 我们这几个是不是人美戏好 哈哈哈哈 是 哎呀太真了 这个哈哈哈哈 来两位请举牌 从来没听到这么真的 还是只能说真的 哈哈哈哈 这个只能说真的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坐在旁边 怎么怎么能怎么可以举甲呢 对不对 而且非常真实就是好看啊 对啊 就是人美啊 戏好啊 颜值最高的电影了 来 对啊 导演 喜欢跑步 你今年还会参加马拉松吗 嗯 喜欢跑步 但是今天不一定会参加了 因为之前拍电影 在老徐这个电影之前 的电影 然后有受伤了 所以在之后参加了台北马拉松以后 以为自己没问题 然后来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导致其实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影响 太真实了 我去讲 真 哈哈哈哈 好 这个 这部戏找黄力行客串 是为了省片酬吗 哎呀哎呀 这不是我问的 这上面 哎呀 哎呀你们 你当然不是了 不是 我对不会就是怎么说 不是杀熟的那种吧 我们是土豪俊俗 怎么可能说 对 吃饭都吃成那样了 哪能 还在乎那个天手 杀朋友的熟呢 对 越是朋友应该越照顾一些吧 对不对 嗯 所以大家在身边的具体原因就是 具体原因就是好玩吗 因为每部戏都会找很多客串的人来 嗯 对 好 请亮牌 真真 这个我觉得你 只有你们在剧组的人能看到的话才有发言权 好 好 还有吗 嗯 这也不是我问的啊 哈哈哈哈 现在开始互相推脱了是吗 我怎么觉得是没有这道题 你觉得 吴亦凡跟王立坤未来有可能吗 谨慎回答我跟你说 这就不好答了 谨慎回答 谨慎回答我跟你说 女生 酱油啊 干嘛学我的话 酱油啊 本来你什么 两人一说谨慎回答 这个就 哈哈哈哈 绝对没这问题 在戏里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对于爱情有一个非常 就是戏中的他们 但是 戏外的他们 我希望他们也能都找到自己的感情上面的那种 反正爱情是一特别美好的事 嗯 对 好的 导演你要不要亮一下牌 最后请三位亮牌 他说的很真诚 耶 假假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吴亦凡还有坤儿 来我们来换一下位置 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高冷天蝎吗 我是 他是吗 高级冷下会天蝎 哈哈哈哈 你回答是 想好了 是吗 是啊 我是 嗯 我是 好我们现在要请举牌 你觉得吴亦凡回答真还是假 三二一 哎 哎 我是天气做的呀 高冷 高冷 我很高冷啊 你高冷吗 也算高 长得高而已吧 哈哈哈哈 哎 也对呀 也挺 对 对对 也三圈 又高又冷 就是又高 然后讲笑话又冷 哈哈哈哈 这些心头衔是这样的是吧 呃 你觉得你自己胖了以后好看吗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题 哈哈 照片呢 那照片我们收起来了 胖了以后 呃 可能会变柔和好多 嗯 就我本来是生活中不太说话 呃 以前很多人觉得我就特别难接触的那种 其实我 我觉得 其实不是 可能胖一点 让人觉得更可爱 圆润一点 好 要更亲近 就这题都都是在聊高冷是吗 有两个人 好看吗 哈哈 回答问题 对问 重点 高冷饭出来了 三二一 耶 你喜欢小鲜肉 肉肉等称呼吗 笑一跳 肉肉是 小明嘛 肉肉是我妈妈给我叫的小明 然后 所以说就直接在戏里面 也有也有也有用了 因为为了那个真实性 确实也是 戏里面也有一位母亲 所以说就叫了肉肉 这小明是妈妈起的 我也不好说太多 不能说太不满意 也不大满意反正 然后 对 小鲜肉就 还年轻嘛 继续努力 嗯 好吧 那我们就 他的回答 很诚恳了 已经 诚恳吗 三二一 好可爱 所以接下来 好可爱 接下来 我觉得肉肉会伴随你很久 哈哈 好 下一题 现实中 失恋以后你会很沮丧吗 一定会 呃 伤心的 真实 因为我觉得既然去练 肯定是我觉得是会用心的吧 会付出 你付出了 你肯定会伤心难过 这题直接亮牌肯定是真的 谁失恋之后不沮丧啊 这个谁问的问题 这是啊 谁失恋不沮丧啊 第一次演戏 你在心里对导演或其他伙伴 有过埋怨吗 嗯 如实回答 还真的没有 哎 导演从那个手里抢 抢过那些食物的时候都没有埋怨 我只是很伤心而已 哈哈哈哈 请亮牌两位 三二一 真吗 真吗 给个面子吧 肯定是真的这个 你觉得你自己是素颜女神吗 啊 你还是换刚才那个吧 对他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我换的 我的布拉格特别好 因为我拍戏是第二次去布拉格 第一次我就特别喜欢 第二次 我们的电影 然后有一个特别愉快的过程 我更喜欢布拉格 回答完毕了 哈哈哈哈 为了不回答那个问题 多顺溜啊这题 好吧 这题肯定是真的 布拉格那么漂亮 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在那个地方取景 对对对 好的 两位 过关了 好的 刚才我们也反映出了 每个人的这个感情的 啊 两个 大家熟不熟 好不好玩在剧组 对大家熟悉程度 所以我们一起来 干杯 对 好 我们知道导演 因为演员出生嘛 所以他特别能够体会演员 而且特别照顾演员 所以我们也知道 虽然你们去到布拉格那边拍戏 但是你们的伙食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我们有现场的这个照片为证 嗯 完了 饿了 哈哈哈 现在可以吃了吧 真的有点饿了 是不是早餐 早餐 早餐就这么丰盛 对 嗯 但是这样的 在早餐 对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工作人员手上 拿到的一些照片 嗯 是 哇你们现场真的可以 比这多太多了 比这太 对 这是 比这个还多 这是太小了 山一角而已 真的是 而且有甜品 有冰淇淋 然后有蛋糕 布丁 还有布丁 都可以去选 还有前菜 然后什么 怎么这么好啊 还有饮料 就是 然后那个成饭的男生也很帅 哈哈哈 又是重点 对 特别有食欲 对 但是一般剧组都是盒饭呢 你们剧组也太好了 因为我是觉得反正大家工作都挺辛苦的 然后又是大家全部来到那个一个陌生的国家嘛 那如果说吃得好可怜 我觉得可能会更想家 嗯 然后就大家吃好一点住好一点 可能也包括住的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在市中心的地方 就老城区的旁边 哦 这样的话生活就过得舒舒服服的能比较开开心心的拍一个戏吧 开工开工的话状态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 对真的是特别的好 吃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做饭你们有问题吗 你们平时私底下是会做饭的人吗 我会做一点 加加其实 他可以 对对对 对 手抓饭他还会做 哦 对新疆的那个手抓饭 那个要用油闷的 那是有点难度的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依旧是腾讯手印里 你们没有看错 接下来呢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爱心大餐的这个环节 我们四位分成了两组要来给大家做非常精美的这个爱心餐 我们的食材就在这边 你们一会儿可以挑选 你们想做的食材就可以开始了 你们想做什么 导演想做什么 我们做 因为炒饭吧 鸡蛋炒饭好了 鸡蛋和蔬菜炒饭 好 好 这边呢 你们俩做什么 啥意思 又是给我们一个眼神 让我们自己去品是吗 给你一个眼神 就这俩要一块过日子 最后就磨叽死了 什么都没吃上 你们都觉得咱们做什么呢 我 我什么都行 都可以 好的 好的 我们不公布 好那就不公布了 看一下你们会做出什么 好 来现在开始来选食材吧 胡萝卜 胡萝卜 你到底要拿什么 你想做什么 先抢到食材先 对对对 要不一会儿没食材 来来来 赶紧 这俩辣椒你们没兴趣吧 已经拿俩了 导演已经开始切了 你还问他有没有兴趣 你要做什么呀 我先拿点食材 我们是一队的好吗 肉肉你是来闹的吧 都是给我们的啊 嘿嘿 做什么 就是独手掰黄瓜嘛 不是那个 想做炒饭 黑削的吗 没有他们做炒饭 还是那个刀有吗 PK啊 哦 这边有模有样的这个 不是这样切吗 黄瓜 就是这样切的 没错 那我听到我在拔 哎等一下 哎我看一下 哎我可以 我可以看一下吗 不要捣乱 不要呢 哎我刚拿那个小孩 继续捣乱 反正现在导演跟 渣渣这边 是已经确定了要做炒饭 好 然后 一锅怎么用 Core跟这个凡凡这边 还是未知 你开了吗 啊真的吗 开了 他直接拿出了盘 就开始打了 你们俩打一下了 感觉你是那种地狱厨师 有没有 你的蛋好了没有 好了 我的鱼 随时可以供应啊 我这边带 然后开机 有没有盖啊 我会有点害怕 没事 这样吗 好那边已经下锅了 大家快看一下 他们切的这些西红柿 来吧 各种不规则的物体 干嘛干嘛 干嘛 我又拿出来啊 哦这样的 哇糊了 西红柿 我要西红柿 西红柿现在吗 现在吗 现在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啊 啊 这边太危险了 我还是离开一会儿吧 好了 可以 干了 火锅了 火锅了 要不加点油啊 可以 就这样吧 我觉得可以关火了 好了 这个吗 怎么样 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了 你可以再尝一下 看可不可以 好 这应该比 反应 放 这应该比 呀 还是没放肉 还可以 算了 真的假的 还行 还行哦 还行 不咸 咸吗 也不甜 也不甜 它就有很奇怪的味道 还行 如果要评分的话 给你一个 8.5 很高了 我觉得 那不错 来 好了 我们做完了 你们好了 哇 他们也好了 卖相很不错 很好吃 一尝一个 我试一下 太好吃了 好吃吗 哎 等一下 有点咸 有点咸 有点咸吗 放太少了 那个 他先请导演跟 加加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的这道料理 爱心料理 营养健康 蛋炒饭 营养健康 蛋炒饭 而且 你看他们的摆盘 特别有讲究 米其林三星 增级水准 好吃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凡凡同学 跟坤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们 来 西红柿炒蛋 西红柿炒蛋 蒸集版 升级版 特别加入了各种的 美国进口的 那个材料 西红柿炒蛋 Plus就对了 还有一个三明治 这是主食 这是太 这个是布拉格专门 就是打包过来的 风韵过来的 还是新鲜的 我试一下 真的很好吃 特别特别的 威胁我 怎么样 嗯 好吃吧 可以的 吃吧 好吃啊 我看上去好难吃啊 可以咬一口 太别了 算了 我自己咬吧 你自己试一下 你们都不吃 我要尝那个 对对对 你要吃那个 好 我们还没有尝那个呢 来来来来 嗯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好 饭饭会很好吃 对 你们有饭 你们都是好吃 没有点真实的比较 比较 没有人在管这个三明治是吗 好吃 没有人管三明治吗 正好有点 没人管吗 我们都没看见三明治 好吃 我看一下你的三明治 是 炸口一点 好 好吃吧 还没嚼呢我 嗯 不错吧 不过 而且我喜欢甜的 它那个奶酪的那个 奶酪放特别足 放了四块 谢谢我的草原英雄小姐姐 特别会做饭 不客气不客气 下次再给你做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爱心厨房 成功 好 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现在 聊一聊了 玩也玩了 喝也喝了 吃也吃了 最后还是要落到我们最关键的点 就是电影上面 最后我们来跟我们腾讯视频 跟腾讯娱乐的网友 好好的再来推荐一下 我们这部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的电影 我们从 扎扎开始吧 为什么 好热 这个电影是一个让人对生活和对爱情都要抱有希望的一个电影 谢谢 谢谢任意扎 谢谢大家 立坤 我觉得人都应该去多经历美好去感受美好 我们这个电影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温暖很多美好的事情 到电影院里跟我们电影一起去谈一场恋爱吧 谢谢 谢谢立坤 立凡 这个电影吧 我觉得是必须要看的 又有帅哥 又有美女 到底就开始浮夸起来了 然后呢 对 就是先浮夸一下 重点还是 这一部电影真的是 它其实 在情人节这个时期真的特别适合就是 无论是情侣一起 还是你是希望得到爱情 渴望爱情的 或者是任何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你都值得去看这部片子 因为里面的故事 不光是年轻人 父母一辈的老一辈的都可以 都特别适合去看 然后它是可以给予你正面能量 给予你对爱的希望 你看完之后你会有特别温暖的感觉 值得大家一起去看 谢谢 谢谢吴亦凡 最后导演 我相信这是一部非常美 而且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 然后它讲述了两代人的爱情 应该会给这个冬天的情人节 带来很多很多的温暖和美好 而且就像他们说的 我觉得看完以后会更加相信爱情 所以我们到时候一定要走进电影院 一起来观看这一部 大家非常用心去拍摄的一部电影 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启动我们的黄金拍板 来预祝我们的电影有着特别好的票房 还有特别好的口碑 来 有请各位 三 二 一 我们一起预祝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能够票房大卖 取得特别好的口碑 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通讯手艺里 谢谢所有的网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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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